看中间的这种镜头 就一直看这里是吧 对对对 好的 我们来一直看这里 好 欢迎莲花楼剧组的诚意 还有萧顺洋老师 今天来到我们微博发布会的现场 同时呢还入职了我们现在微博参与 冲了把新同时栏目 欢迎大家同时 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老师们要不再跟镜头再打个招呼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网友 也在通过我们的直播间进来 可以和他们打一个招呼 好嘞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是演员程毅 大家好 我是演员肖顺洋 然后我们看到其实 今天在背景板上 多数据一纸片人的形式出现 我们要不要chill一下他 替他做个自我介绍 我们的这个小伙伴 今天确实可能工作排太满了 所以不能来到现场 不过我们现场 一会儿会有个惊喜给大家 好 好的 因为现在电视剧 莲花楼正在爱奇艺热播中 其实在微博上也聚集了 非常非常多的联络人朋友们 在热议我们的剧 然后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些媒体 和大V的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 然后进行一个发布会的环节 那我们就请他们一一对你们进行提问 好不好 发布会 其实我们就是发布会现场 对对对 然后我们现在有很多媒体老师 好 各位老师 老师们好 那我们第一位有请环球时报于平的老师 第一位是环球时报于平的老师 老师可以往前走一走 嗯 我们想先问一下成一老师就是 因为您之前就是有很多古装角色 非常深入人心嘛 然后今年也是刚拍了古装剧 那接下来就是在这个题材的选择 它有什么打算吗 还是古装还是有别的计划 嗯 嗯 嗯 老师 目前下部戏还没有接 那你就是你个人的想法计划 我自己的计划 嗯 就是 当然呢 就是拍古装戏 其实我觉得古装戏也是 它有不同的类型嘛 当然想尝试不一样的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到剧本和这个角色 是不是对于我来说 能更好地去把它演绎好 能不能给观众带来惊喜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当然也是想在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题材 也想多多尝试 老师 好 谢谢 你回答的好严肃啊 先热身一下 我们能不能轻松点吗 感觉好严肃 那问一下老平 就是你个人在这个所有的案件里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 然后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觉得拍的最爽的一场打戏 先回答最爽打戏吧 我觉得打戏最爽就是我跟我俩拍那个东海之战 因为确实战线拉的比较长 这场戏我们一共拍了大概有九个大夜的时间 然后对都在晚上然后整个船从船头打到船尾从船上打到船下 然后我觉得因为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这个古装的打戏 因为以前拍戏可能更多的都是像这种纯武侠题材的 而且现场拍戏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很多套招都是要演员自己去完成的嘛 所以就是还没记忧心的 因为我觉得呈现出的效果我自己也挺挺喜欢那场打戏 嗯好像还有个问题 这是印象最深的一个案件 印象最深的案件啊 其实我读剧本的时候那个新娘那场 那个是那个环节会比较故事会比较我觉得挺吓人的 然后我们拍戏也是晚上因为我们这几个案件都是大黑天 然后拍一些那种特别恐怖的案件都反正也挺有意思的 也是最最最最开始拍因为对对吧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最开始拍还是就 而且裙子特特小他走路都是那种这一 他走路都还是他蜗布式的那种对对对比较窄 就是那个还是头那个好像那个也挺重的 嗯是头上带所以挺不容易的女孩子女演员就是 是更不容易的因为那个真的是很重的很重 对其实走路他是真的走不了他真的是要走走起路来都是基本上要扶对吧对 我觉得让你扶着对只能扶着走因为确实很难 而且他就这样滚啊之类的对滚对对 好的谢谢两位老师的回答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邀请北京文艺广播的每天啊 那我在这我在这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 哈啰我先说个提案的话回一下去美俩今天是一黑一白 是然后黑白配吗今天早上商量好了吗 你是说肤色吗 这肤色好像我有因为最近我的那个海口拍戏晒得有点黑 很配很配啊 然后我先问一下那个诚意好不好 因为在这个剧里面就像你这个仙气飘飘的整个你的气质就非常的吻合 然后非常喜欢非常的这个喜欢你演的李江仪还有李年华 特别是李年华我觉得角色又升华了一些 然后其中有一个片段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红丑舞剑可以说这个场面真的风神了啊 那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拍这个场面的幕后的故事 特别是这个要武东这个红丑还要舞剑这个柔和钢之间你是怎么融合的 首先谢谢老师啊 谢谢老师 说那个说武剑吗 其实这个还是因为 拍这展戏的时候更多的是 呃制片人老师导演 编剧老师 以及五指老师 浮华道老师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 完成的 绝对不是靠我一个人的力量能把它一气合成的更不可能去体现李向仪的风资 一气合成的风资 最重要的是还是因为 这展戏是大家 我觉得如果是大家真的觉得OK的话那我真的觉得是大家 所有的人的团结的力量 反对的对因为靠我一个人是无法做得到的 但你的最后的呈现啊 但是更多的还是因为 不是老师他们的设计 对其实我 夸一下自己 自己设计那当然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 主创团队包括跟演员 其实更多的还是需要特别尊重对方 那么我有自己的想法 呃和导演呼呼啊 因为他今天没有来 和编剧老师 大家都是非常尊重彼此的 就可以去探讨商量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创作氛围特别好 正式拍之前你要经过很多遍的练习吗 嗯那那其实多的少有点仓促 对但是我们之前就是 呃我们认识的地方就是在 不是就是在那个开拍之前会有一个武术训练 嗯武术训练 嗯就之前的像培训班一样的对对对对 长时间的基本功能练习 所以最后的呈现才会很完美 哎谢谢谢谢 哈哈哈 太谦虚了 太谦虚了 谢谢谢谢 那我第二个问题就问一下这个呃沈耀 就是我们我们看到就是 迪飞生在这个三人探案组里面明显 他的辨识度特别高可能跟你的长相也有关系哈 就是辨识度特高 然后整个主打一个人话不多是吧 非常的狂转 对那你们三个人在这个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 呃你回忆当中很有趣的相互磨合的一些呃小花絮能够我们回忆一下 其实我就我们拍戏的过程还是因为就是每个人的性格都很鲜明嘛 然后角色的也很鲜明 像迪飞生就像您说的 他话不多 然后就老蹦大几个字 我就有有句话怎么说我还是去杀人吧 他就这种心态 嗯然后三个在现场拍戏的时候就我觉得氛围会比较轻松一点就互相查 像迪飞生就有点像不高兴 嗯他总是这个板着脸然后 对经常怼人 对然后就站在那站着直直的其实这个也是 也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挑战最大的有的时候有台词反而会更好去表演一些没有台词的话就像我经常说 嗯像腾平老师笔下这迪飞生其实他那种大侠那种气场会很强很大 嗯我就生怕我没有太多台词也没有太多的肢体的话你站在那这个气场这个气度也不好啊 虽然没生但是要有心 对就是站在那儿啊就其实就靠他们嘛 其实迪飞生一直活在他们嘴里嘛就大家说迪飞生迪大侠迪蒙主怎么怎么怎么样 给人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所以江湖一直有你的故事 对江湖一直有一个迪飞生三个字 嗯好的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好的也谢谢北京文艺国博老师 接下来我们邀请了几位电视剧大V然后他们也来到了现场 吴小圈老师可以先 在这里 好 想问一下陈燕老师 您知道现在流行一个开学新人新人社里莲花这个梗 不是老师开学的时候问 你有没有新鲜达第一名同学说那高处我去过没意思 每个暑假党我都要带新角色陪伴大家 对这个开学新人社有什么想说的 我觉得大家娱乐一下起来就是小朋友们就是不得读书的时候不要放在小学这老师挨骂的啊 但我觉得就是可爱的同学们非常有意思 刚刚工作人员跟我聊了这个我自己眼泪都笑出来了 因为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那个高宠没有意思 就是对还是鼓励大家好读书但是这个还是我觉得如果一个戏或一个这样的一个台词能 被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就是记住或者觉得有意思的话 那我觉得也是蛮开心的 谢谢陈老师 下面有请橘子娱乐老师 想问一下萧顺杨老师 就是迪飞生在人物设定上不是金鸢萌萌种化 然后但其实在看剧的过程中能感受到他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人物 很善良 对对对 然后呢 和李向怡之间的关系也从之前那种就是门派的对立嘛 然后到后面其实协手办案 然后想问一下您怎么理解这种就是意证意邪的人物形象呢 其实其实迪飞生特别简单 他的整个生命的这个这个一生当中是他最重要的就是李向怡了 因为他只有如果李向怡这个人不在的话可能对于迪飞生来说他就挺无趣的 他就想找李莲花去去鄙视一番这个武痴嘛 他一心想达到这个武林之巅 反而我觉得他像大家所说邪的一遍可能是就是因为他过于执着于这件事情 所以其他的所有事情都打动不了他在他眼里都都不入他的眼 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人会很冷漠无情 但其实他我觉得是他把所有的情感都放在了一件事上 所以您知道就是有人会磕到那个李莲花和李飞生之间的这种感情吗 因为我在读剧本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两个人十年前打了一架 然后十年后就两个人不知生死了再遇到 因为在剧本里面有很多你看我有场戏在瀑布前端着酒杯空空放一个空酒杯嘛 然后手下说能让盟主空杯队影的只有艺人只有李莲花 其实他是那种就是英雄之间心心相戏的那种感觉 谢谢老师回答接下来邀请追剧宗的李二国 这个问题想问一下陈宇老师 因为剧中李莲花他舍弃了李湘宇的身份 然后舍弃了此部门 然后网友就授予了李莲花一个段舍离大师的名号 然后生活中陈宇老师是一个善于段舍离的人吗 生活当中还算相对比较是吧 因为生活也比较简单 我的生活方式 你也太简单了吧 回答的回答的时候不用断舍离 我们要展开回答 断舍离现在有这个梗 我这个梗我倒不太清楚 这我不太知道 用比较简约的生活方式 就比如说会定期扔东西啊 或者说可能节日 就是定期会 他经常会淘汰到一起身边的这些东西吧 是这个意思吧 对 好像我这个人是吧 因为我对我生活方式就是相对比较特别的简单 就像李莲花一样喝喝茶 就是养养花 说一下自己一天都会干什么事情 怎么个简约 怎么个简约 大座 就比如说 大座 那倒没有这么夸张 没有这么夸张的 就是早上起床吃吃早饭 就是写写字 也的确需要练字 最重要还是就是说 跟家人待在一起比较多 就吃吃饭 或者最近家人弄弄植物 或者就是因为现在不能太强烈的运动 对 嗯 修养 就追追剧啊 和大家一样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莲花楼 好感谢了 嗯 嗯 接下来有什么传练小语 这边 嗯 啊 两个问题想问 诚意老师第一个问题 是 就是说 其他这过程都在分析说 不要磨改 但我们莲花楼的粉丝都在大喊说 赶紧磨改 就是希望你莲花最后能活着 马必须活着 被随时想看你 老师这个我不会中了你中了你的圈套啊 哈哈哈哈 能剧透是吧 不能剧透 绝对不能剧透 因为我觉得这个当时拍摄的过程当中 也是在商量这个结局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 对 没错 到底他是有多磨改呢 或者改没改呢 或者他死了还是活了呢 或者他是不是最后要跟你打一架 打一架呢 我觉得就是观众们特别 特别也是期待的 那我就觉得就主打一个字猜 就大家一定要猜一猜 到底剧情的后面反转成什么样 说不定 啊 我觉得这个是 因为其实还最终 我也想看看观众的反应 最后这个大结局 看完之后观众对这个戏的感受是什么 观众给个结局倒要让那个虎虎再拍一个吧 也要拍一个结局 还有一个现场站在 嗯 嗯 起点当骨不上 我们第二个问题 这个他交代我了 说这个因为播到18集嘛 今天晚上马上就20集了 说千万不能剧透啊 尤其是在后面的剧情 因为后面剧情很多的反转 因为这个剧好像大家就就是都猜不到 我觉得也特别可爱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粉丝朋友们 他们去猜这个猜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会不会这是第三人说不这是坏蛋 会不会他最后人家打一架 会不会是方多宝最后一把怎么样怎么样了 我是不是脚力强 我觉得这个就蛮有意思的 嗯 那么就期待一下后马上剧情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想法两位老师 认为莲花楼一家三口谁最可爱 嗯 谁最可爱 都可爱 不 必须要选一个吧 对 可爱不 弟弟 交给他吧 交给他吗 可爱猪大可爱 可爱丹灯 那我们就认证了就是方多宝是我 莲花楼一家三口最可爱的人 然后接下来的话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粉丝朋友们 然后他们通过线上的渠道 向我们投递的一些问题 然后也想提问两位老师 首先想问诚意老师 李莲花会有属于自己的Vlog吗 就诚意有没有考虑给李莲花剪辑一个视频 因为上一次剪视频还是在跨年的时候嘛 就粉丝也非常期待看到你新的一期Vlog 或者Plog的栏目 倒是自己是拍了一些啊 但是保密一下吧 剪不剪的出来不知道 可能也会剪出来给大家一个惊喜 但是拍了一些视频 好的好的 那我们就一起在微博上期待一下 期待吧 期待发出这一条报告 提上日常老师 谢谢 那你收官前发 手上我先发一发吧 好 好 我们再冲上一个高级的偷 在这边给老师撒给点 代表网友们和粉丝朋友们 真的很期待看到李莲花在幕后拍摄过程中的一些小故事 谢谢老师 那么请问肖世洋老师 我就原话念出他的博文啊 想问亲爱的大瑶瑶 对于盟主 迪飞生这个人物的塑造有没有根据他的背景 或者性格而专门设计一些细节 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说真的啊 拿到这个角色以后 我并没有说是想往表演上加分的东西 反而我在做减法 因为我怕有的时候一举一动做不出 像我刚才所讲 就展现不出那种大侠的气度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 那就只能去做减法 就不让他去出错 反而去从内心里面去体会这种 真正的这种江湖之巅的感觉 可能并不需要去太多的表演 所以我是在做减法 因为迪飞生确实书里边写的太厉害了 这个角色 明白 可能就是没有说 太厉害了 天下第一了 那不是李相仪吗 你第一 都给你 其实我们微博发布会的环节 到此就是告一贯乐了 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有一位 惊喜环节 对有一个惊喜环节 刚刚其实两位老师也拘扣了 我们有一位特殊的朋友 此刻想跟大家进行与场外雷线 嗯嗯 所以我们工作人员可以拿手机 接入一下这个语言雷线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谁呢 是最可爱的那个人 最可爱的那个人吗 弟弟啊 小可爱 我们稍等一下 这个在通话中 哦 我以为我弟弟突然出现了 有什么话 最通了有什么话想对我们最可爱的 哦打电话是吗 对 我以为他突然冒出来了 突然 画成真人 是吗 这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我以为他突然冒出来了 马上就要来了 喂你好 哎你好 你是小睡瑶吗 哎你是哪位啊 我好喜欢你啊 那要你的签名吗 哎你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啊 那个受不了了快点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 快洗我脸上 哎你找哪位啊 我找我找那个诚意 哦好 你好弟弟早上好辛苦 你怎么知道是我啊 刚 呃 大家都已经连线说是 我以为你会从 后面冒出来呢 嗯 我也想去 哎大家好 我打个招呼先吧 打个招呼来 给大家打个招呼 微博朋友大家好 我是那个方小哥 今天因为那个 拍戏的原因 你没有办法到现场 他这个在 没有视频 在联姻啊 嗯 我刚才一直看你们直播来着 好看吗 不好意思 就是 两个爱人 哈哈 哈哈 我们已经很尽力了 我感觉 我感觉 你们两个人坐那 被一群人在 一个个的提问 好辛苦 有点太严肃了是不是 有点像那种 真的有点像 新闻发布会一样 对 特别像新闻发布会 你再看哪 我建议 你能不能把我 那个 那个 那个人性照片往里 往里 往里面 太远了 我受不了 这 怎么样 可以帮你们把中间 可以 来吧 加入 看见我 看见了吗 看见了 谢谢啊 还好 50 转给我们 50 找李箱医药吧 50 50 五两都没了 钱都被你们花光了 你什么时候来啊 这边的朋友都很期待你的到来啊 看 我也太想来 但因为真的戏拍不开 实在拍不开 沟通了好久 那怎么办 那你是怎么补偿大家呢 是不是 补偿你们 啊 要不然你还是转账 哈哈哈 那怎么办啊 不想不想 大家需要就是 你得表示一下 你这也不来 大家都很对你表示很思念的 谁啊 我吗 我们新郎人 新郎的小朋友们啊 Hello Hello 听见了吗 那你们多想想我 多QQ我 对那你这样吧 给大家唱首歌吧好不好 好啊 哈哈哈 天哪 这太尴尬了 对你 又没有视频 你尴尬什么呀 不行我受不了 我现在在化妆间 我跟所有人 你在化妆间啊 那你大声大声的 哎 你在化妆间应该大声的宣传一下 我们莲花楼啊 求求了 对你说 你说最近播的哪个电视剧最火最热啊 我前两天我还听着那个 一哥在唱那个 那个电话楼主题曲的太好听了 这个 这个 哇 这个 这个 那天唱破音了 对 收关大家一块唱好不好 收关 收关 收关我们一块唱好不好 好吧 就在江湖之上怎么样 没错 好呀 学习一下 刘雨宁老师唱 真唱得特别好 那我们破万就一起合唱 这个歌吧 没问题 哎 我们那个 等我们破万了以后 我们就一起合唱这首歌好不好 嗯 行 他们不是要唱舞 唱舞 又是又跳 又可以多几个 哇塞 能吗 能破吗 我们破了两个万 对吧 两位歌手 不是我们破万的时候 我们要一起唱 破万的时候再唱是吧 对对对 今天没有这个福利 今天今天我们等等吧 可以有你可以 你也可以唱两句 没事没事 我不能破这个梗 可以 可以破破破 来吧唱吧来 五六七 起个调走 就在江湖之上 万里风光 来再唱一遍 等一下我们说一二三一起唱啊 来 来 一二三 就在江湖之上 万里风光 谁不曾流浪 谁不守着聚散的云 隔着天涯上月亮 就在江湖之上 少年轻狂 天卑不醉如惆怅 人间一趟梦回忆场 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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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唱呢 我也唱这几句 啊 我举报 曾春希滑水 曾春希滑水 你滑水啊 对 你是被陈寅老师美丽的歌声所吸引了吗 不不不 最后 最后 那个时候破的时候你唱啊 你站中间唱 好吧 好的 那我们曾瑞希老师到时候一定要来微博完成聚散 好吧 大家在这等你哈 好 拍戏 注意防暑 注意防暑 恒定最热的时候 注意安全 下次我们一起啊 下次我们一起 那曾瑞希老师 要不然之后 哎 等一下 和直播间的朋友们那个打个招 对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曾瑞希 请大家多多支持方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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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方小宝 支持方小宝 还有连环楼 哈哈哈 哈哈哈 是吗 嗯 好了 因为他可能往往速的 好嘞 好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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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好好 好了 你们三个其实感觉平时也经常联络 是不是 一聊起来感觉还挺嗨的 哦 对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 其实发布会的环节暂时到一段了 但是大家今天其实来到微博的话 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就是作为我们的新同事 就是今天你们其实是站到了冲浪的第一线 入职了我的新浪 成为了我们的同事嘛 嗯 然后也知道就是我们的工作 其实平时的话就是小编多一点 所以今天也会给你们进行一系列的小编上岗考核 那第一个环节呢就是有请我们一些资深的新小编 对 对 然后为你们分发一下公牌 然后引导一下你们 对这个吗 是的 是的 可以带上这个是吧 带上这个是吧 是 哇塞 第一次 里面有钱呢 有100块 真的假的 无公不收入吗 李电话能要吗 李电话能要 李电话能要 但是等会儿如果打错字是要扣钱 是要扣钱 很简单 有点扣钱 是的 不敢带了 扣200的 是 哈哈哈 那还得倒贴呗 对 其实是跳舞 跳舞是吧 你就错吧 错完就跳舞就好 好跳 跳就跳啊 咱们学一下 这到时你来教 啥东西啊 学一下啊 你难团吗 不是 教我们一下 我们现在就起来一下我们新小队的工作 我们这一次其实是准备了两个照号 那也是微博电视剧和新浪电视 直播店的朋友们也可以是守候这两个照号 就是打字 杨卫老师的微博 发生了什么内广 前面前打内广 那你吗 不错 这打字不错 不太宣伤 我想让他到第二行 好 我好像没有电脑 不知如何下手 这个是 这个是电脑 我知道 我知道 哈哈 哈哈 还是用手机 发微博多一点 所以就是用电脑应该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体验 确实反正没用 那我们可以找一下配图 哇 你还有配图呢 我没有配图 这个配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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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要再画 然后爱 打开 谢谢平安 就上去了 好运连连 我们 诚一老师用的是微博电视机的账号 肖顺雅老师用的是新浪电视的账号 大家可以去抢沙发 抢沙发啊 我们再检查一下就要发出了 这么快 嗯 拼的就是一手速 手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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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新浪电视的账号 不是 他让我突然用电脑老师 在拼上用手机吗 新浪什么 这个 新浪电视 如果你要打什么 打自己想 对网友都发光想 我有非常认可 非常认可 非常认可 我可以 还有那个图片 都被几个图片 我今天主打 主打一个图片 那我们就发出来 还有吗 你去发送 检查一下 发送了啊 有错别字要扣分了 扣钱呢 扣的是你的不是我的 什么意思 我要发送了就要扣钱 你发送了 如果有错别字 就要扣钱了 那我再整理一下 陈宇老师 陈宇老师 应该已经准备完毕了 大家可以去微博电视 这个状况 还没遁守 大家的自私发博 陈宇老师 陈宇老师是什么 金牛 金牛 那这钱要不到了 不是 我真的 我觉得我蛮大方的吧 没看到钱这里面 电子的电子的电子的电子 这么高级啊 你去我们其他吃饭 就可以刷了 没有二维码 直接刷卡 不用二维码 不是 不是那个手机支付啊 好 OK就可以发送 发了没什么错别字了 没什么 我这也有错别字了 互相检查一下吧 不然今天就白打工了 还不让看 发吧发吧 发吧 这个早上的确实有点明 宇老师使用的是 我发了 我不得爱他我自己吗 可以爱他 在哪儿啊 OK我们 李湘宇老师成功发出了 李莲花老师 然后我们现在刷新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评论区 微博电视剧啊 微博电视剧 现在快去抢杀 一下就有197条的评论区 这么快呢 你有什么想回复的吗 一起翻牌一下吧 回复啊 我今天回复就是表情 你可以念出来 也可以 你可以念出来 然后看你要回复 这个啊 我回复一个表情 你看你要回什么表情 哈哈 我回表情 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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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表情老师 你要拜拜的那个表情 你看 你这个表情 不用手机表情 多太多了 就是我们微博表情的太多 来一个猫猫 这样啊 多了 OK 然后你要选一个 选这个 我选了 选这个 看出来了我们诚意老师 真的不用电脑 真的真的 真的不用电 然后就可以了 回复 我们孝顺杨老师 已经选中了一条回复 好 他选了这个 你看你几乎不成功了 多了 他点了一条 他回复了一条 你变出他的 还是变出我的 你这打字 打字水平可以 可以 你看 我先回复啊 他这个真的太多字了 这个要回复一下 什么 肖顺杨出现了 我是一个风驰电视 比如什么 比如说脚步点地 什么 快马加鞭什么 然后我就回复他 我说你夸我就夸我 能不能言简一概一点 李莲花天下第一 认同 嗯 这个 这个 可以 点他 点他 咱们看看下面还有没有比较好玩的 可以多翻一翻 我们又回了一个李莲花天下第一 还在看 有没有那个激动表情 啊 啊 这个 你自己 你自己发明一个 就弄下去 啊 啊 我经常给别人发的那个 啊 啊 就那个表情 好我们最后再翻一个 再翻一个 再翻一个 大家速速留言 看看还有哪 哥哥没扣钱 好 竹炭一个谢谢 谢谢 谢谢 保密局局长也陈毅也买可爱 那就 那就他吧 回复一个吧 好好好 那你可以回一个谢谢 哎 好 谢谢还是回 对 再加一个表情 再加一个表情 什么表情 再加啊 哦 这个是什么 这没见过这个 这个是新出的表情 我来了 这个是什么 闪电箱 这个是什么 蝙蝠箱 这个是什么 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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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微博的表情 点下面 你想要哪 点下面 委屈 你点委屈 我没有点委屈 这个表情是哪吒委屈的意思 那不能委屈 就坐在了这个冲浪的第一线 第一次使用电脑冲浪 真的使用电脑冲浪 这个是电脑 得意 开心 ok ok 我这电脑还比她的大一点 我去买肉夹馍 要老板多放辣 结果走在路上 他掉地上了 沾到泥了 吃不了了 我哭了 原来这就是辣 这个你有杨周曼 我也上海看 这个太可爱了 这个太可爱了 你有杨周曼 这个说 北京热是吗 还是 广州热 真棒 广州诗 哪吒 你跟他说杨周曼 杨周曼 苏周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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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哪来的文 苏周快 网上有很多吗 网上有很多 是吗 这些哪个电脑 已经自己会用了 苏周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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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来个闪电架 各个保护好自己 没有看到一个闪电架 什么 这边 这啥意思啊 这个 我能用眼泪笑哭 这个 这个是 有人让我帮你带 有人让我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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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让我 给你帮他 给你带句话 诚意超级帅 摸摸哒 重点是摸摸哒 你想回复什么 谢谢 谢谢 摸摸哒谢谢 她说谢谢 我们这一部分的环节 其实也就结束了 好 让我们小学老师回来 最后一个部分 诶 没了是吗 他姐 这个蛮挺有意思的 回到我们也不来 试试电脑冲浪 就是多来我们的评论 评论 他们其实有一些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评论 就是第一个呢 可能考验了大家的文案能力 第二拍的话 其实因为我们是让 就是上岗入职 所以要考验一下 同事们之间的协作 要进行一个小的游戏环节 这个游戏要是你说我接 你们应该也之前玩过吧 就是我会给你们一个关键词 然后你们两个人 依次往里面去加两个字 形成一个联系的一段话 对 如果就是这句话形成不了 或者有人断档卡壳了 那就算你们挑战失败 要接受我们的惩罚 惩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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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告诉你们吗 是一个笔心摸摸哒 可爱五连拍 很严峻的一个小哥 他就最擅长 比心摸摸哒 有点严峻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努力完成挑战 行 要不然你认输吧 不 还是走 比换一下吧 戏里都 戏外就比个游戏吧 戏里面打打杀杀 来个游戏 那我来出题了 然后 那我们就是先诚意 然后肖瘦洋 这样一个数字来接词 好吧 嗯 那我来接一个 就是 再说一下游戏 就是 我给你们出一个词 然后你们依次往里面去加两个字 两个字嘛 就莲花楼 对对对 里面有什么 不是不是不是 你怎么还自己出来一个游戏呢 我们也试立一下吧 我们试立一下 莲花楼 可以帮一个游戏是吧 好看 我也 喜欢 好看 对 就类似于这样的游戏 对 只能两个字 两个字 那试试呗 那我先来 那我们先来个简单的好不好 好 我先说 莲花楼 然后接 接两个字 两字 拍开开开 你说了两次 两字吗 只能说两个字吗 两字 你说两字呢 两字 两字 不通舜 要通舜的嘛 对呀 我只能说两个 莲花楼 好看 难道 好看 好看,难道只能说两个字吗? 对,只能加两个字 5,4,3,2,1 比心爱心五连拍,欢迎陈英老师 不是你吗?我说好看了 你说了两个好看就不能重复 当然要不再来一次 也不能说重复的,实在抱歉 我真的怕摇游戏真的是 要接成一句话就是比如说 莲花楼里边有个医生叫 就类似就是你们要这样写 一定要非常通顺是吧? 对对对 懂了懂了懂了 一句话就说完了,莲花楼好看 我还想来个不一样的 那我们来说 这回输了就要 离经 好 不离经 喜欢 莲花楼里 的谁 小花 不对啊 结束了是吧? 你不理莲花吗?我只能说小花了吗? 所以这道题算是我们回答正确了 对吧 那你们说了吧 没有 我们怎么会说 你们来个爱心五连派 我们五连派给你们看 这是我们两个比评 那就是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发一个福利 福利是比心五连派 真棒 好聪明啊 那这玩了个寂寞 那怎么就输了一个都得比 好来 咱们干脆一点啊 怎么比啊 别停 三二一 看中间 是这样吧 对吧 笔心吧 好来 一二三 谁 看一个姿势 怎么了 花式鼻心 花式 还有一个鼻心 这个 这个 脸颊鼻心 耳朵鼻心 是这样吗 耳朵鼻心 这是什么 脸颊鼻心 对对对 脸颊鼻心是吗 是这样 是这样 这不牙疼吗 是这样 牙口不好 大家多多包容 包含 二一 这两个吧 嗯好 还有一个什么 创意一个吧 你们创意 集思广映一下吧 哎这个好 这个啊 这个姐的 这个 好可爱哦 这个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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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刀啊 我是敌菲身好吗 笔�ng 咱得配 heightened 好 自己来五个 自己今天这是个心 胡说了算 你在旁边配一下就行 哎 现在起来 就 hören五个 那那不行没准备 个头绪感应 哈哈哈 也是 这样我们干什么 这个都没有把我们说 这个要是 下一个游戏的话 其实继续是考验你们的默契 叫做你比划我猜 就是这个游戏大家应该经常也玩过 我们会给你一个关键词 其中一个人来比划 另一个人来猜 好的 我们谁先比划 我先比划行吗 你来猜吧 还是你比划我猜 谁比划 谁是猜词的 一个人做动作 另一个人猜 你说个词我来比划是吧 行 那诚意老师你猜吧 那我猜吗 我都行你想怎么样 谁赢了谁比划 都会有是吧 那就不用那 你先来吧我来猜好 对 看到了吗 太熟悉了 没事大家那就一起猜吧 咱们主打一个猜 主打一个字 我不告诉你 几个字可以说的吧 他一定要猜对 就是我一个人 三个字 人名吗 是这样的 马 头缩布 武功 不不我记错了 就那个 气功 内力 救人 吃法呢 杨州慢 哇 苏州快 下一个 下一个那我们 消费杨老师来 消费杨老师来 我们工作人来偷偷给你看一下 哦 这个大家一起猜吧 一起猜吗 大家猜我也看不到大家猜 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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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字吗 就是这样 我知道了 联播机 哦 哦 这次 诚艺老师有在认真冲浪 对我们这些网络热梗 感觉已经 哎 你们 太有才华了 太可爱了 联播机你好 还有一人一档 还有一人一档 但不能 还注意安全 不能开太快 这车太快了 不要超速啊 这个字 我感觉 小哥不太愿意猜出来 不太愿意猜出来 嗯 嗯 嗯 二 二两个字 你说出来了 二 二 哈哈 哈哈 对 答案是什么 什么 什么 第二 哈哈哈 你 第一第一第一 谁写的文案 第一 你绝对第一 绝对第一 绝对第一 再给我 所以他需要接受惩罚 那个 这个 倒立比星骨连拍 哈哈 小哥你要不要听一下这个惩罚 好呀 什么惩罚 是他吹捧你 彩虹屁 来吧 哈哈 好好夸啊 走心一点 要吹暖三十秒彩虹屁 来我们一时开始 三十秒啊 就是要一直三十秒 就是夸我 我们来继续 好 开始 我先看一下实力 好 好 好 连 花 楼 快点 灭的 敌飞声 他 就是 天下 第一 无 所 不能 还可以 谁也打不破 谁也不怕 哎 长得怎么样 长得怎么样 非常的OK 叫 立桥 一直以来 怎么办 怎么办 你就是天下第一 帮忙吧 给他一个 无所不能 天下第一 可以 够了 够了 送了十秒 你说慢一点也可以吧 对吧 我词汇量不太比够 找了一个 满意吗 满意吗 满意满意 满意满意 第一第一第一 可以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刚刚考验大家的文案考验你们的默契 其实做我们小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要机灵 所以我们设置了一个机灵游戏就是说叫正话反说 就是你们是来互相考验对方一个问题就是互相提问然后对方要根据实际情况说反话 如果有人说了真话或者说答不上来那个人就输了 好 举个例子我们要不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可能问李建花最擅长什么 就是这样 那你看这就 这就 这就错了 其实他最擅长的是做饭 他不擅长做饭你就要说他擅长做饭 反意思吗 对对对 反话 说的都是反话 好 明白 你们两个互相提问了 那我们小雪原老师先问 嗯 陈毅老师来打 反话 嗯 哎呀 有点难试试 可以问和剧里面相关的 我先来一道李莲花帅吗 李莲花帅吗 不帅 哦 问我问我问我 那么 比分是 比分是 迪飞山帅吗 太难看 哈哈 你说怎么说四个字 可以啊可以 嗯 嗯 还有呢 互相问 互相问 谁把谁问 这主打一个反应 你们有问的吗 咱们一起想一下吧 对吧 他觉得李莲花和 迪非出水墙 这怎么办 对 李莲花 迪非生墙 你认为李莲花 比迪非生墙 你认为李莲花 比迪非生 厉害吗 厉害 不李莲花一千个新演吗 是一千个新演 是是 被小宝带的很长 富富富 小宝聪明吗 还是挺热血聪明的 哈哈哈哈 说那是负200是吧 这个也是在下一个环节 那我当我断我了是吧 嗯 迪非生 喜欢打架吗 迪非生是一个 我问你喜欢打架吗 迪非生 喜欢做饭 你这答非所问了 你比我还答非所问了 是反话呀 对吧 是吧 一样嘛 不喜欢打架 迪非生啊 从来不动刀无枪 嗯 这样对吧 对对对 这样可以 我说打架 你说做饭也可以 李莲花做饭好吃吗 李莲花 做饭好吃吗 好吃啊 到你了 下一个问题 两个这个 爱的老师 两个爱的老师 就是玩不起来 这个呢 这出汗了 我也去 要不然 要不然我们就接受惩罚吧 可以 两人一块接受惩罚吧 两个人的惩罚 这的确有点 两个人惩罚 就是在微博上 发自己最近的五张自拍 哦 哎呦 好久没有自拍了 自拍 现在自拍吗 直播结束了 直播结束了 可以去拍一些下班博 然后拉在微博上 给大家看一看 好今天都来 都来新浪了 发五个 发五个 一定发 好的哥哥 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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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要求 必须得完成 其实今天大家来到这儿 然后我们想 就是还有几个问题 然后想问一问大家 嗯 然后 因为我们新浪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热搜榜 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们想给自己的角色 去想一个热搜词的话 你们想起什么词 就分别给像一笔莲花 还有迪飞升上一个热搜词的话 高位热搜 你帮我想一个吧 你帮我想一个吧 这么好的一个推广 互相想一个 对啊 可以是你的角色 推广 推广 从不骗人 李莲花 从不骗人 李莲花 李莲花天天骗人 他不是说他有一千个心眼吗 哈哈 假设我我们不给上了 这不是反话没有反应 反反话吗 从不骗人李莲花 对反应词 迪飞升 一品很好 一品还可以 想上什么都可以啊 这个词的机会 或者你们自己想上什么词 意思 可以 我们网友 我们可以去带一带 就是他们想上的词 帮他们助力一下 迪飞升 其实 迪飞升一定要打架 迪飞升 说打架不合 迪飞升 求你骗 迪飞升劝大家 不要打架 哈哈 你得大声说 和睦相处 和睦相处 迪飞升劝大家 不要打架 和睦相处 哈哈 今天非常贵 和睦 但我们曾仁锡老师 其实没来到现场的 你们要不要帮方多病也想一想 方多病 对啊 说 不要骗我 你不是一千个心眼子呢 快想想 可以劝方多病 方多病快来小狗 或者方多病 不要骗我 不要骗我 多长点心眼吧 多长点心眼吧 这个可以 流浪小狗 流浪小狗有家了 流浪小狗有家了 李莲花劝方多病多长点心眼 李莲花劝方多病多长点心眼 这可以 这老师们说了 李莲花求方多病多长点心眼 说不定 后面我就被他骗了 剧情有反转 我也想一个嘛 对啊 你帮他想一个嘛 你给弟弟想一个吧 呃 迪飞生 让 你们帮我想想 哈哈 劝方 小宝 跟我说话客气点 可以 可以 迪飞生说 让方多病 跟他说话 稍微客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主打这个游里有梦 那其实我们的扫楼环节呢 就是直播环节已经结束了 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拿到了微博 跟我们一起体现了一把现下仇了 嗯 然后我们也感受了一下阿远文老师们的奇妙博力 结束了 对 然后我们可以跟直播间的观众说一下再见 然后我们的直播会就结束了 也可以跟自己的剧的打打卡 请大家继续关注莲花楼 因为我其实觉得莲花楼 呃后面的剧情会更精彩更有意思 转折会更多一些 然后然后会更好看 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今天晚上8点 8点 爱奇艺 看莲花楼 今天我们又来到新浪娱乐 大家一定多支持 莲花楼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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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拜拜 拜拜 拜拜